第536章 这部科学战在他旁边的正龙 也是一脸担忧 连忙问道 能不能叫个暂停 方扬摇头道 没有暂停 除非他直接认输 马约更是紧张地叫了出来 勇哥 坚持住啊 可惜整个观众席太嘈杂 很多人都在欢呼 他的声音根本传不到吴勇的耳中 而在擂台上 田中横城也已经展开了反击 他一击得手之后 毫不停留 立即弃身而上 双腿如同鞭子一样轮番横扫 踢得吴勇步步后退 只能招架 这一刻 田中横城也很生气 他藏了这么久的杀手锏 竟然被一个无名小卒给逼了出来 而且自己还受了伤 没办法和后面的挑战者战斗 所以他现在只想一鼓作气 把眼前这个王八蛋打死 终于在连续格挡了七八脚之后 吴勇的动作最终还是慢了一拍 被田中横城一脚踢在肋骨处 整个人都被扫飞出去 摔倒在肋台上 嘴角也溢出了鲜血 观众席报发出更大的欢呼声 毕竟绝大多数观众都买了田中横城赢 刚才吴勇站上风时 他们都紧张坏了 直到现在 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觉得这场稳了 奖金到手了 事实上 就连田中横城自己 都是这么认为的 他不觉得吴勇被踢断了肋骨 还能继续和他战斗 所以这一场比赛 他赢定了 看见田中横城一点点朝吴勇靠近 准备给他致命一击 观众席最前方的萨德曼 不禁失望的摇摇头 有一种功亏一篑的感觉 刚才那一瞬间 他还真以为吴勇能赢呢 结果 还是一个呀 这么轻易就被打败了 后方的马月 更是直接叫了起来 方总 怎么办 要不要让勇哥认输 方杨沉声道 不急 这种程度的伤势 不至于让他失去反击能力 再看看 马月顿时一脸的疑惑 都被打飞吐血了 还能继续战斗 您是不是太高看勇哥了 仿佛是为了验证方杨的判断 就在田中横城 来到吴勇的面前 一脚踢出去时 刚才还单膝跪地 剧烈喘息的吴勇 却看准时机 猛然往前扑去 目标是田中横城的支撑腿 田中横城虽精却不乱 他冷笑一声 快速后退 试图拉开距离 重新组织攻势 谁知道吴勇的前扑 竟然是假动作 他双手在地上一按 竟然如弹簧一般 直接跳了起来 整个人如同炮弹一般 直接撞在田中横城的胸口 什么 这不可能 田中横城大惊失色 他根本无法相信 吴勇的肋骨都断了 还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这根本就不科学 然而很快 吴勇就用铁一般的事实 告诉他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他就是有这么强的恢复能力 受了伤也和没事人一样 如此一来 局势再次逆转 吴勇先是挥舞铁拳 砸开田中横城的格挡 然后立即使出 华夏特种兵最擅长的关节剂 锁住田中横城的双臂和脑袋 把他压在身下 田中横城奋力挣扎 试图脱困 可是关节剂这种战法 一旦形成 根本不可能挣脱 反抗的越激烈 只会锁得更紧 直到被锁者的手臂 或者脑袋被扭断 这时候 整场都看不见人的裁判 终于跳了出来 在旁边提醒道 田中选手 你可以选择认输 只要您认输 对方就不会攻击您了 田中横城低吼道 放屁 我死都不会认输的 吴勇冷哼一声 双臂再次绞紧 猛然一用力 就听见咔嚓一声 直接把田中横城的手臂 给脚断了 这一下 田中横城想 不认输也不行了 失去了一只手臂 他根本不可能是吴勇的对手 甚至就连他接下来的职业生涯 也会受到影响 断过一次的手臂 再也不可能像之前那么有力量 随着两位医护人员上场 将田中横城抬下去 裁判也举起了吴勇的手臂 宣布他是今天 第一场比赛的获胜者 观众席顿时爆发出巨大的欢呼声 那些买了吴勇获胜的观众 叫得最大声 方阳本来也在和身边人一起庆祝 却忽然感觉有人在注视自己 于是他立即回头 就看见田中横城的主人 日本财阀的少东家 著有杨辉 正一脸冷漠地看着自己 仿佛在说 你给我等着 方阳顿时大怒 一巴掌拍在茶几上 怒骂道 吴勇这个王八蛋 竟然不听老子的话 马月联盟问道 怎么了 方总 方阳痛心疾首道 他竟然没把那个小本子打死 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马月 方总自从上了船 是越来越暴躁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被那个头顶 一块布的家伙带坏了 马月刚想到这里 萨德曼的一位手下 就来到了他的身边 非常客气地表达了 小王子想请方阳过去一续的意思 马月联盟把翻译之后的内容 告诉方阳 方阳点头道 留两个人在这里等吴勇回来 然后送他去治疗 其他人跟我走 一行人穿过整个观众席 来到了萨德曼的座位前 方阳在对方的邀请下 坐在沙发上 其他人只能站着 就听见萨德曼微笑道 方先生的那位保镖 实力很强啊 方阳谦虚道 也是运气好 如果比真正实力 他是不如那个日本拳手的 萨德曼继续道 不知道方先生愿不愿意忍痛割爱 把那个保镖让给我 方阳愣了一下 缓缓摇头道 我想萨德曼先生误会了 吴勇并不是我的私有财产 他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保镖 如果萨德曼先生想雇佣他 可以自己找他谈 只要他愿意 我是不会从中作梗的 马月把这番话翻译给萨德曼听 萨德曼顿时哈哈大笑 对方阳的好感又增加了一些 如果其他人听见这个要求 又有求于他的话 肯定会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在自己去做手下保镖的工作 而方阳却是直接拒绝 一点都没有拿手下人拉关系的样子 怪不得他的几个保镖 都对他死心塌地 从这方面来说 方阳这个人确实值得交往 第537章 结成同盟第537章结成同盟 萨德曼想了一下 又问道 方先生之前说 想制造利好消息 拉升原油期货的价格 方阳眼睛一亮 试探道 萨德曼先生 莫非有什么好建议 萨德曼点头道 我可以帮你这个忙 不过你也要帮我一个忙 方阳好奇道 不知道萨德曼先生 需要我做什么 你的保镖 虽然让朱友家的小子丢了面子 但是这远远不够 我需要你帮我想个办法 让他吃一个大亏 萨德曼淡淡道 你只要能做到 我就帮你拉升原油的价格 方阳想了一下 问道 朱友家族 主要的产业在什么领域 萨德曼摇头道 朱友家族 是世界上最大的现货 同交易商之一 但是你从这里下手 旷日持久不说 还很难给那个日本小子 造成直接伤害 所以 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方阳无奈道 不能用金融手段的话 那就继续找他 赌钱好了 设计一场赌局 坑他十一八亿的 可是要怎么设计 才能保证赢他呢 方阳想了一下 忽然眼睛一亮 提议道 不如找他赌球 赌球 是啊 六月份欧洲杯就要开始了 萨德曼先生 只要能把他约过来陪你队赌 我就有把握让他拒亏 哦 你真的有把握 萨德曼有些不幸 毕竟足球这玩意 谁敢保证一定能猜对 除非 你就是背后的大庄家 球赛都是你控制的 方阳笑了笑 转移话题道 只要萨德曼先生 能帮我解决原油期货的问题 我就有把握 让欧洲杯的比赛结果 按照我们设计的来 萨德曼狐一道 你真的能做到 方阳傲然道 如果到时候 因为我提供的消息错误 导致萨德曼先生输钱 就有我全额赔偿好了 萨德曼果然心动了 他点头道 好 那我就相信方先生一次 你回去等消息吧 三天之内 原油期货一定会大涨的 好 祝我们合作愉快 有意长存 方阳也兴奋起来 端起面前的酒杯 和萨德曼碰了一杯 两位在各自国家 影响力巨大的年轻人 就这样结成了同盟 和萨德曼谈好 所有的细节之后 方阳没有再留下来 观看剩下的比赛 他找到举办方 把自己赢的 三千万美元领走 然后就带着保镖 提前退场了 吴勇的伤势虽然不重 却还是需要全力救治的 也不知道 船上的医生水平够不够 如果不够的话 他就要尽快 把吴勇送到陆地上才行 一行人回到住处 还没有进门 就听见里面 传来吴勇不耐烦的声音 我说了 不用镇定计 你们直接用胸带 帮我固定一下就行了 然后一个同样 说着普通话的中年人 有些无语道 肋骨骨折是最疼的 尤其是在胸带固定的时候 你确定你能忍得住 吴勇催促道 别废话 快点来吧 那医生无奈 只好放下阵痛类药物 直接用胸带 把吴勇的伤势固定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 吴勇还真的一声未坑 颇有关与刮骨疗伤的风范 那医生又叮嘱道 这种处理方式 只是零食的 如果几天后 发现伤口没有长好 还是要去医院做手术的 吴勇不耐烦道 知道了 医生也不着急 又叮嘱道 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不要受力 不要饮酒 最好少抽烟 少熬夜 同时可以多吃些含钙量 蛋白质高的饮食 方杨一直在门口 等到治疗结束才进去 正好听见医生最后的叮嘱 他不禁哈哈大笑道 没想到在这里 还能遇到我们华国的中医 您这是把我们的国粹 发扬光大了呀 医生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白大褂 皱眉看了方杨一眼 摇头道 这地方每个星期都有人受伤 请几位中医回来 不是很正常吗 方杨点头道 我听说有位日本人 今天也伤得不轻 不知道他痊愈后 还能继续打拳吗 那医生摇头道 这我乃知道 要看他的恢复情况 方杨笑了笑 忽然问道 还没请教 您贵姓 免贵姓吴 方杨立即道 马助理去写一张 十万美元的支票来 给吴医生喝茶 啊 不行不行 我们医生团队 是从船上领薪水的 不能随便收红包 吴医生连忙拒绝 方杨则摇头道 你领薪水是你的事 但是你治好我朋友 我就不能让你白忙活 那边马月 也拿着一张 十万美元的支票走了过来 强行塞进吴医生的口袋里 反正方总今天赢了三千万 这点小钱根本不在乎 吴医生有些不好意思 他想了一下 低声对方杨道 根据我的观察 那个日本人就算伤好了 以后也不能打拳了 方杨哈哈大笑 拍了拍吴医生的肩膀道 果然是好消息 当服役大白 把吴医生送走之后 方杨来到吴勇的身边 拍了拍他的肩膀道 感觉怎么样 要不要提前下船 吴勇摇头道 不用 这点小伤 要不了几天就好了 方杨点头道 那就坚持两天吧 等萨德曼那边传来好消息 我们就可以撤了 吴勇好奇道 萨德曼先生答应帮忙了 方杨笑道 是啊 他不仅愿意帮忙 还想把你挖过去当保镖呢 吴勇立即摇头道 我才不去 我只想跟着方总 方杨笑呵呵道 你如果是担心我的态度 那大可不必 我是不会阻拦你们出去挣大钱的 吴勇板着脸不说话 就好像没听见 方杨笑了笑 点头道 回来给我一个银行卡号 我把那一千万给你转过去 吴勇摇头道 不用了 我打赢了比赛 已经拿到五十万美元的奖金了 方杨不悦道 你想让我言而无信 吴勇无奈 指得道 那给我转五百万就行 剩下的给大家分一分吧 旁边的郑龙立即摇头道 那是你用命换回来的钱 我们才不要 方杨想了一下 一锤定音道 你拿八百万吧 剩下两百万给他们分 吴勇还想说什么 方杨威胁他道 再啰嗦 就把你丢船上 别回去了 所有人瞬间闭嘴 房间里鸭雀无声 第五百三十八章 连续大力好 第五百三十八章 连续大力好接下来的几天 方杨一行人 就在船上住了下来 耐心等待萨德曼那边兑现沉默 反正这里有吃有喝有玩的 无聊了 还能把马助理喊乖修理一顿 住再久 也不会着急啊 只是令方杨万万没想到的是 萨德曼那边还没有动静 他安排去尼日国和科特国的两支队伍 却率先取得了战果 月二十七日 科特国的石油工人 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 忽然开始串联 然后就举行了一场 规模惊人的大罢工 他们给出的理由是 政府削减了他们的薪资 所以要抗议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这只是一个幌子 这场大罢工一定有着 其他势力的支持 而且极有可能 就是某东方大国 白相 不错 就是我干的 反正市场人士预计 这场罢工将导致 该国石油产量锐减六十 直接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供需 消息一出 国际原油期货的价格 瞬间暴涨六 直接收复之前几天的跌幅 要知道 这时候华尔街的那些做空机构 还没来及反手 他们持有的还都是空单 足足有数十亿美元的头寸 他们辛苦了好几天 好不容易把原油价格打了下来 获得了一些利润 结果被这个消息一冲 直接吐完了 这时候 他们就面临一个选择 是立即平仓离场 还是再观望一下 看看原油能不能再跌下来 毕竟 这种突发性的消息 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持续性 不出意外的话 再跌回来的概率 还是很大的 然而 他们根本不会想到 多头这一次施展的是一套组合拳 他们如果提前避开 还有可能保本出局 一旦他们选择观望 那就要真正的亏损了 一天后 也就是4月29日 非洲最大的产油国 尼日国又传出消息 由于无法确保通往港口的道路安全和通畅 他们将暂时关闭国内最大的港口 阿帕帕港 什么时候恢复 暂时未定 这消息一出 本来就已经很强势的原油期货 再受刺激 市场担心 来自非洲的原油供应会 就此中断 所以国际油价再次大幅上涨 不仅收复了之前半个月所有的跌幅 甚至还创出了新高 如此一来 之前做空的华尔街机构 就真的猛逼了 他们忙活了这么多天 才取得了不到时的战果 结果被多头两天就收回去了 现在不仅一点利润没有剩下 还令他们亏了不少本金 这尼玛多头主力这么会玩的吗 这边闹着罢工 那边关闭港口是吧 好好 你们给我等着 等我们夺回主导权 非弄死你们不可 想用两个利好消息逼我们止损 你们还差点火候 我们非要再扛一次 等原油价格回落 就算不挣钱 也不能亏钱啊 除非你们还能再弄一个利好出来 另一边 马月也在担心这件事 他跑到方阳面前 一脸担忧道 方总 现在已经有两个关于原油期货的利好了 萨德曼先生还会兑现承诺吗 方阳自信道 一定会的 放心吧 可是 如此频繁的出现利好 市场真的会买账吗 马月其实也懂金融 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方阳这种操作 人为制造出大量利好 然后短时间内密集放出去 让多空双方同时措手不及 只要空头有稍微一点点犹豫 就是巨亏的结局 这一招时再太狠了 不是真正的高手 根本使不出来 方阳微笑道 为什么不呢 美元油的上涨趋势本来就没有被破坏 现在又收复失地创了新高 多头是不会放过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的 那我让小姐那边做好准备 一旦原油价格再次冲高 就直接分批只赢 顾云熙身为天方资本的小股东 在方阳不在公司的情况下自然要过去作证 所以目前公司的对外投资账户都是他在监管 方阳点头道 可以 我们手里的多单这么多 一两天是平不完的 确实要打一些提前量 马月点点头 正准备去传话 又被方阳叫了回来 他想了一下 很是认真道 记得告诉云熙一声 平仓的时候一定不要急 先把最后建仓的账户平掉的 其他的暂时不动 啊 为什么 没有这么多为什么 按我的意思 做就行了 好吧 马月无奈的点点头 回房间打电话去了 另一边 萨德曼也在电脑前关注着原油期货的走势 对之前的两根大阳线充满了忌惮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方阳除了找自己帮忙 竟然还安排了两个后手 如今 这两个后手全部奏效 直接就把原油的价格打出了新高 他自己答应的事情 到底还要不要兑现呢 如果他这边再添一把火 该不会让局势失控吧 到时候 原油价格涨到天上去 会不会让漂亮国的那些政客 趁机对他们煞王国发难 可是如果不答应的话 他和方阳的互助协议 不就彻底作废了吗 还会彻底得罪这位金融天才 在此之前 萨德曼虽然已经对方阳的过往事迹 很了解了 却一直觉得那些事情有些夸大 什么凭一己之力 吊打华尔街众多机构 听起来就像评书一样 直到他亲眼见识了方阳的手段 才知道 什么叫做只有取错的名字 没有取错的外号 华尔街杀手 真的名不虚传 这个叫方阳的华国年轻人 是真的有能力吊打整个华尔街啊 所以 萨德曼经过一番权衡 最终还是拨打了自己手下的电话 笛声吩咐道 动手吧 事情做得干净一些 收到 已经提前到达预定位置的手下 只是应了一声 就直接展开了行动 第539章 电影都不敢这么演 第539章 电影都不敢这么演 于是 当天晚上 位于北美洲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 一座著名的石油城 麦克莫里堡 忽然发生了森林大火 烧得昏天黑地 浓烟滚滚 导致当地的石油工业陷入停滞 原油产量锐减 据说还有油库发生了爆炸 消息传出 国际原油价格迅速飙升 届时上行 一举突破了60美元大关 要知道 一周之前 原油期货的价格 还在45美元下方徘徊 一副即将要破位的样子 这才过了多久 竟然直接疯涨了30 都来到60美元了 这是何等卧槽的事情 别说华尔街的那些机构想不到 全世界的投资者 也不可能想到 电影都不敢这么演 可是在现实中 这却真的发生了 这一切 要说没有人在背后操控 就连希泽他们家的狗都不相信 妈的 让大家不要急着止损 等价格跌回去再平仓的决定 也是他下达的 这下好了 所有机构全部都拒亏 直接被封控部门强行平仓了 哪怕不用统计 希泽也知道 这一次损失惨重 亏损绝对不会低于20亿美元 可是他们一共投入的资金 都不到100亿啊 竟然亏掉了四分之一 这也才离谱了 这岂不是说 他们之前做的多单 都白忙活了 给华兹打工吗 卧槽 简直输可忍 审舍也不可忍啊 华尔街那边 愁云惨淡 咬牙切齿 华兹这边则全部赚翻了 哪怕以最后进场的40美元计算 他们的盈利也超过了50 也就是投资100亿 直接盈利50亿的概念 这还是不加杠杆的情况下 而事实上 张宇萌他们 也就是说 他们的总盈利 已经超过了100亿美元 至于芳阳 挣的就更多了 毕竟他手中的100亿美元多单 成本从26美元到39美元不等 利润空间更大 如果能全部顺利平仓的话 可以掌获500亿美元以上的利润 只可惜 这是在人家的主场 在场子里坐庄的人 是不可能随随便便 让华兹带走这么多利润的 当天晚上 芳阳接到了顾云熙打来的电话 说他们第一批平仓的美股账户 竟然全部都被冻结了 里面的资金无法转出 也不能再继续交易 芳阳沉声问道 为什么会冻结 总要给个理由吧 顾云熙有些自责道 可能是我们这边平仓的规模太大 太急了 被系统监控到了 交易所就说 今天的交易有异常 需要调查 芳阳安慰他道 这不关你的事 他们自己定的交易规则 却不让人平仓 哪有这种说法 你暂时先别动了 等我回去再说 没过多久 张宇萌和林家家主 也纷纷给芳阳致电 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他们所有在当天平仓的账户 全部遭到了交易所的冻结 反而是那些 没有来及操作的账户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正常使用 芳阳冷笑道 原油期货 每天有那么多投资者在交易 遍布世界各地 交易所不可能做到精准打击 只要联合大家一起发声 这件事迟早会解决的 张宇萌问道 那我们剩下的多单怎么办 还要继续平仓吗 芳阳毫不犹豫道 当然 越是这种时候 越是不能心虚 我们就正常平仓 我就不信他 敢把连续几天的交易 全部作废 好 听你的 事实正如芳阳猜测的那样 纽交所确实只冻结了 在60美元附近平仓的交易账户 说要展开核查 后面价格回落之后 在陆续平仓的账户 都没有遭到冻结 被当成了正常交易 这样一来 芳阳他们最少可以 先收回一半的利润 也就是250亿美元 剩下的 就要看接下来的抗议 能不能生效了 不过在此之前 芳阳也必须回去了 这一趟维多利亚号之行 功德圆满 超额完成了所有的既定目标 也到了离船的时候了 于是第二天上午 芳阳给萨德曼打了一个电话 和他说了这件事 萨德曼显得很客气 问清楚芳阳登基的时间 然后执意要来送芳阳 芳阳无奈 只好答应下来 旁边的马月心思比较多 在旁边提醒到 芳总 萨德曼先生 不会是要给您送礼吧 我听说他们阿拉伯贵族 最喜欢给朋友送贵重的礼物 芳阳美好气道 他送的是阿拉伯美女呢 您会不会收下 芳阳瞥了他一眼 面无表情道 这样的话 那我就只能礼尚往来了 好在我们这边 也有一位东方美女 马月表情一将 小拳头又握紧了 这工作没法干了 回去就辞职 再也不要和姓芳的见面 真的太欺负人了 半小时后 维多利亚号的停机坪上 芳阳和萨德曼亲切握手 一副惺惺相惜的样子 还别说 萨德曼还真的给芳阳送了一份小礼物 是一张代表沙王国贵宾身份的金色卡片 据说 拿着这张卡片 可以在沙王国享受到皇室才能拥有的特权 什么座飞机可以第一个登机 住酒店房间随便挑 买东西更是完全不用付钱 所有的消费 都由皇室的服务机构为其买单 听起来就非常牛逼 当然 芳阳是不会做那么掉价的事情的 他又不差钱 只不过 这是对方的一番心意 说明真的把他当朋友了 所以 这张卡他必须收下来罢了 芳阳拿着卡片 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这来的匆忙 也没有什么回礼 要不这样 萨德曼先生什么时候去华国做客 我一定挑一件好礼物回赠给您 萨德曼哈哈大笑 他摇头道 不用这么麻烦 事实上 方先生现在就可以给我一份礼物 哦 什么礼物 方杨看了一眼 正在给他们两人翻译的马月 行道 你不会真的要我这位助理吧 马月也是这么想的 他的表情瞬间就不自然起来 在心里暗暗咬牙 该死的方总 你要是敢把我送出去 我跟你没完 第五百四十章 终于回国了 第五百四十章 终于回国了还好 萨德曼不是那种惊虫上脑的人 他微笑道 方先生上次不是说 可以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吗 不如先说一场 给我见识一下 我也好买几桌彩票 挣点零花钱 方杨嘴角微微抽搐 在心里吐槽 你这借口也太离谱了吧 你不就是想让我验证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预测出比赛结果吗 什么买彩票 挣零花钱 把彩票持的钱全给你 也不够你零花呀 他想了一下 点头道 这样吧 下周有一场欧冠半决赛 拜仁慕尼黑主场 对马德里竞技 就先猜这一场吧 可以 那方先生觉得 哪支队伍会赢得胜利呢 萨德曼问道 在首回合的交锋中 拜仁慕尼黑客场 零输给了马德里竞技 所以我觉得 次回合回到主场 拜仁应该会取得胜利 方杨一边在脑海中 回想当年的比赛结果 一边装作很懂的样子 顺嘴胡周 好 那我就关注这一场比赛 看看拜仁到底能不能取得胜利 萨德曼显得重视 毕竟这场比赛的结果 关系到未来 他给助有杨辉挖坑的举动 如果方杨连这场比赛 都预测不准 那谁敢投入上亿美元 陪他胡闹 有前任性 和纯粹的拜价子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他萨德曼 可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 把这件事谈妥之后 方杨也就带着自己的人 登上了直升飞机 他们将飞往最近的沿海城市 然后换成国际航班 返回华国 毕竟经过这么多天的环球旅行 维多利亚号 早就远离了华夏海域 都进入印度洋了 而只凭他们 这架直升飞机 是无论如何 也飞不回去的 方杨也不愿意长时间 待在直升飞机上 积累风险 所以就只能换成国际航班了 好在 维多利亚号有足够的面子和影响力 这一路所有的沿海城市 都给他们开了方便之门 无论方杨他们在哪里降落 都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最终 经过一番周转 换成了两次航班 方杨一行人 终于在当天的晚上 回到了东阳机场 至于他们的那架直升飞机 也只能委托给国际运输组织 帮他们运回来了 反正运费不会便宜就是 只是令方杨没有想到的是 竟然是顾云熙 亲自带着车队过来接机的 而原本接到这个活的高自强 却像一个跟班一样 站在顾云熙的身后 屁都不敢放一个 方杨打了一个哈欠 一脸疲惫道 我现在很累 不想聊事情 只想好好睡一觉 顾云熙一脸嫌弃道 你以为我是来接你回去开会的 我只不过是下班顺路 烧你一段而已 方杨想了一下 一脸惊讶道 你这段时间 不会一直都住在我那里的吧 顾云熙别嘴道 怎么就是你那里了 当时是谁说的 要送给我一层的 好好好 你有脸 那走吧 我们一起回家 听着方杨明显带着奇异的话 顾云熙不禁翘脸微红 却罕见的没有反驳 看来方杨这几天在船上的表现 还是让她很满意的 在那种可以为所欲为的环境下 她都没有放纵自己 这足以说明 方杨是一个真正言行一致的人 有自己的原则 所以顾云熙也就不想一直端着了 她想给方杨制造更多的机会 看看能不能把彼此的关系更进一步 只是顾云熙忽略了一件事 她把马月给忘了 以前马月在管理公司 也就算了 每天都忙到很晚 没时间找顾云熙聊天 可是今天 好不容易出差回来 又有一肚子话想 和自家小姐说 马月早就把顾云熙的暗示 抛在了脑后 只想和她分享这一路的见闻 于是 在坐车回去的路上 方杨和顾云熙 只能听马月在那巴拉巴拉 说个不停 这女人 还趁机告了方杨几次撞 直到说到方杨临走之前 和萨德曼互换了礼物 顾云熙才有些惊讶到 你能猜中欧冠比赛的结果 方杨打着哈欠道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难道你不知道 当时在青云山上 道长还教了我酸瓜吗 顾云熙没好气道 就算让道长自己来算 我只能猜中结果 我一发功 连比分都能猜出来 顾云熙听她越吹越离谱 冷哼一声不再理她 然而 她哪里会想到 方杨是真的知道 这些比赛的结果呀 就比如这场败人的比赛 方杨就很清楚 败人会二取得胜利 只可惜 客场进球数 不如马德里晋级 所以还是被淘汰了 当然 这是在正常情况下的比分 如果有人在比赛之前 花了巨额资金 买了败人获胜 那可就不好说了 那样的话 说不定真的会踢屏 毕竟 菠菜公司的实力 是所有人都无法想象的 希望萨德曼只是看看戏 不会真的去赌球吧 要是因为她胡乱压住 导致比赛结果改变 那方杨就真的无语了 因为马月这个超级电灯泡的存在 方杨和顾云熙 也没有了继续深入交流的机会 两人互道一声晚安 就各自回了房间 顾云熙自然要找马月 再详细询问一下 方杨这几天的所作所为 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而方杨也需要给 其他几个丫头发发消息 告诉他们自己回来了 明天正式开始翻牌子 就这样一夜无话 第二天上午 方杨和顾云熙 一起来到了天方资本 然后立即召集 所有部门负责人开会 商量海外投资账户 被纽交所冻结的处理办法 叶文心他们 其实已经事先讨论过 所以马上就把 之前商议的结果说了出来 就是发动水军 去世界各地的金融论坛里发帖 呼吁所有的投资者联合起来 一起向纽交所逼宫 甚至方杨自己的斗手 也要利用起来 不断增加这件事 在国内的热度 引起广大网友同仇敌忾 第541章 进军北美市场 第541章 进军北美市场 方杨耐心地听完了这些措施 然后缓缓摇头道 这些办法虽然有效 但是进展太慢 很难起到一锤定音的效果 我需要让这件事 在美国当地爆发开来 所以就需要一个 更有影响力的传播媒件 顾云熙皱媒道 你的意思是 让硅谷的那些互联网巨头帮忙 方杨点头道 查尔斯不是在硅谷 很有人脉吗 让他帮我联系一下 脸书的创始人 扎克先生 就说 我要和他谈一笔合作 这 恐怕有些难度 顾云熙皱媒道 脸书作为全球最大的 社交媒体巨头 早已经被美国的 全球战略裹挟 成为美国世界 话语强权的传播平台了 他们应该不会帮忙的 方杨冷哼道 他愿意帮忙更好 不愿意的话 也正好让全世界的人 都看清楚他们的嘴脸 到时候 就别怪我进军北美市场 和他们打擂台了 顾云熙惊讶到 你要把斗手扩张到北美市场 方杨耸肩道 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 没有这个魄力 还怎么做短视频领域的老大 顾云熙顿时无话可说 同时也在心里 暗暗佩服方杨的魄力 在其他的短视频公司 还把全部精力放在国内 抢占国内市场的时候 方杨就已经放眼全世界 准备和脸书打擂台了 就这份魄力 要说斗手以后 会成为短视频领域的 顾云熙绝对不会有任何怀疑 忽然 他又想起一件事 如果方杨真的把北美市场也占领了 那斗手的用户数量 岂不是分分钟秒杀斗英 到时候 他们两人之间的赌约 不就是彻底输了吗 不行 他也要尽快回去 召集斗英的管理层开会 也要制定进军北美的战略方针 不能让方杨独占北美市场 会议结束之后 乔星宇又跟着方杨 回到了办公室 然后单独请示道 方总 乔星宇看了他一眼 周梅道 我出差之前 不是让你们分批减仓 降低仓位了吗 乔星宇点头道 是这样的 我们减仓之后 上证指数又已经跌回到3000点附近 然后网上有很多人呼吁 让大家重新进场 参与3000点保卫战 所以我想问问 我们要不要把仓位再接回来 方杨嘴角抽出了一下 然后语重心肠道 乔经理啊 做投资呢 一定要特立独行 不要受任何人的影响 谁想保卫3000点 就让他们自己去 我们才不接受道德绑架 乔星宇有些明白了 点头道 好的 那我们就不参与了 我让他们继续找机会减仓 方杨笑呵呵道 就是吗 3000点保卫战这种事情 以后还会参与很多次的 不用太在意 乔星宇 什么意思 难道上证指数会在3000点上下 反复拉扯很多次 还是说 以后都很难在3000点上方运行了 卧槽 不会吧 接下来的两天 随着方神系的上千亿资金 不断流出股 多投在上证指数 3000点一线购筑的防线 最终还是被跌破了 空头趁势眼杀 一路杀到了2900点下方 然后又遭遇了新的抄底资金 形成了新的震荡格局 散户们也在这种上上下下的震荡中 本金越来越少 亏得莫名其妙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股的生态环境就是这样 各种资本 上市公司 证券公司 都需要从市场中获利 这些利润从哪里来 当然是广大的散户贡献 只有极少一部分 能跟上主力动作的投资者 可以挣钱 其他人全部都是亏的 不管大盘是涨是跌 这就是股市的残酷真相 当然 以方扬如今的资金规模 是不屑于在国内收割散户了 他的舞台在国际金融市场 并且通过一连串的胜利 已经打出了威名 逼得对方的交易所 开始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 开始拔网线了 现在就是 方扬怎么才能团结世界各地的投资者 打赢这场舆论战了 年5月3日 周二 在天方资本的水军暗中串联之下 全世界的原油投资者终于联合了起来 开始在各大金融论坛发帖 控诉纽交所 这一破坏市场公平性的操作 并且言辞警告交易所 尽快解冻大家的交易账户 否则就要把交易所告上法庭 然而 华尔街那帮人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竟然利用脸书 展开舆论反击 说前几天的美元油交易 存在大量的违规操作 必须要彻查清楚 在没有查清楚之前 这些冻结的账户不准继续交易 并且 他们还煞有介事地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 上面显示 有很多账户存在趋同交易的可能 有可能是同一家机构在主导 而这是违反美国商品期货委员会规定的 方扬看见这份报告之后 就知道 这件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了 必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抗争 不过这样也好 让全世界人民都看清楚 老美是什么嘴脸 看看以后还有谁 敢随便过去投资 如果经过了这件事 国内那帮有钱人 还是要把钱存在老美的银行 那就等着对方光速破产 一把收割你们吧 另外就是 脸书在这件事中的立场 也彻底激怒了方扬 他已经不再要求和扎克通电话了 而是立即要求马越 去美国的硅谷 开一家分公司 准备开发抖手的英文版 脸书这个狗东西 不帮老子发声事吧 老子自己来 不仅要打你们的脸 还要把你们的客户全部抢走 上一世斗英能做到的事 这一世 我们抖手一样可以做到 而且会做得更好 第542章有人刷数据 第542章有人刷数据同一时间 顾云熙也回到了魔都 然后召集斗英的创始团队 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在会议上 顾云熙据理力争 非要紧跟斗手公司的步伐 去硅谷创办分公司 结果这一次 遭到了所有残毁人员的反对 在其他的股东看来 他们现在连国内的市场都拿不下来 公司都没有上市 就跑去和脸书抢欧美市场 那不是找死吗 到时候 两边一起烧钱 有多少钱够他们烧的 还不把自己玩死了 既然方阳愿意送死 那就让他去呗 我们等着坐收于力就好了 因此 会议的最终结果 彻底否决了顾云熙的提议 要把现阶段的主要精力 都放在国内业务上 先把公司上市再说 甚至还有股东趁机发难 想把拉新补贴活动也给暂停了 因为这笔投入实在太大了 而且有一种无底洞的感觉 最后是顾云熙发了火 说你们再斤斤计较这些小钱 我马上就把手里的股份 转让给方阳 到时候 你们就等着被各个击破 然后整个公司都被收购吧 这句话一出 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闭嘴了 毕竟 方阳是真的能干出来这种事啊 他是有前科的 可不能让这家伙入股我们公司 那样的话 对其他股东来说 绝对是一场灾难 就这样 这次会议不花而散 双方都没有达成各自的诉求 依然维持了原状 而这也表明 顾云熙输掉与方阳的赌约 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当天晚上 顾云熙洗完澡之后 却躺在床上 怎么都睡不着 脑海中想的 全都是一旦输了赌约 怎么和方阳相处的问题 难道 真的要接受这个臭男人的一群女朋友 和他们平起平坐 呸 不可能 自己一定要再想想办法 搬回来一些劣势 就这样 顾云熙迷迷糊糊中 很晚很晚才睡着 然而 他刚刚进入熟睡状态 却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手机 铃声吵醒 他吓了一跳 坐起来拿起手机一看 竟然是马月打来的 他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 于是马上就接通了电话 结果 就听见马月激动的声音 从话筒中传出 小姐 小姐 快看电视 方总真的赢了 什么东西 你在说什么 顾云熙心里一惊 那一瞬间 还以为自己的小心思 被马月猜出来了 好在 马月很激动 他没有在意顾云熙的反常 继续解释道 足球比赛啊 拜仁慕尼黑 真的赢了马德里竞技 比分二 哦 竟然真的被他猜中了 难道他真的会算挂 屁 我猜不信这种离谱的事情 他一定有其他的消息渠道 马月 另一边 几千里之外的维多利亚号上 沙王国皇储之位 最有力的竞争者小萨德曼 也是一脸的惊讶 他看着电视上的比分 喃喃自语道 方杨到底是怎么猜中的 难道他在菠菜公司有股份 他的手下立即问道 殿下 既然确认了方先生猜求的准确性 我们的计划 是不是就可以实施了 萨德曼咒没到 就怕他是懵的 那您的意思是 算了 一再试探也不好 萨德曼探道 正好下个月要举行载声节 就以这个名义 邀请全球的富豪前来管理吧 住友家那边 找个中人 把邀请韩直接送到住友杨辉的手上 务必要让他亲自前来参加 好的 那聚会的地点 具体安排在哪里呢 萨德曼想了一下 陈生道 安排在迪拜吧 我会和酋长国那边打声招呼 好的 我这就去安排 方阳虽然猜中了欧冠的比赛结果 但是他自己是一点情绪波动都没有的 早就知道结果的事情 有啥好激动的 而且他今天也很忙 要忙着给张丫头擦屁股 不要激动 这只是个比喻 意思是张丫头闯祸了 方阳要去天方网络 替他平视 事情还要从马月跟着方阳离开之后 张倩倩代理天方网络总经理开始说起 这丫头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 竟然一心想着学阿拉伯语 他放着公司的业务不好好盯着 整天抱着一本阿拉伯语教材 看得聚精会神 比那些考公务员的人还认真 结果 因为他的一时疏忽 斗手就出了纰漏 有一位程序员出身的大聪明 制作了一款外挂 可以人为增加视频的热度 然后以此牟利 短短几天时间就赚了上百万 而斗手上也出现了十几个刷数据的视频博主 他们的账号 从之前的几百粉丝 一下就变成了粉丝上万 引得很多人都在眼红 等到马月回来 发现软件数据异常时 这个漏洞已经在所有的视频博主间传开了 也就是说 如果再迟几天发现 那斗手就要成为刷子的乐园了 大家都不会再浪费精力拍摄视频 而是会把心思放在刷数据的上面 到时候 一天几十万上百万的流量 上万的粉丝 小钱钱还不花花的往下掉 那要爽成什么样 所以 当方阳知道这件事时 他也有些无语了 他真没想到 一向做事情小心谨慎 认真负责的张倩倩 能出这么大的披露 这要是马月没有及时发现 真的让这些刷子得到实惠 要给抖手 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 自己每个月投入六个亿的营销费用 岂不是全打水漂了 可是 看着眼前这满脸自责 都快哭出来的张倩倩 方阳时 再不忍心苛责他 就叹了口气 轻声问道 说说吧 你为什么要在上班时间 学习阿拉伯语 你学阿拉伯语干什么 张倩倩低着头 雨带哭腔道 我没想到会有人刷数据 我都是看没什么事了 才坐下来看一回书的 方阳冷哼道 回答我的问题 你学阿拉伯语干什么 张倩倩委屈道 我只是 想在下次你出差时 能和你一起 给你当翻译 站在不远处看戏的马月 顿时翻了个白眼 心道 你还想代替我呀 早说啊 我还不想去呢 每次和方总出差 都被他气得半死 以后这种事情就交给你了 其我去都不去了 第543章 这叫惩罚 第543章 这叫惩罚 结果 他翻白眼的举动 正好被方阳看见 然后一股无名火 一下就撒在他的身上 只听方阳冷哼道 你跟他看笑话呢 还不去把异常的数据都删除 马月吐吐舌头 又问道 只删除数据就行了吗 方阳摇摇头 杀气腾腾道 还要封号 所有刷数据的博主 全部封掉 一个不留 啊 这会不会太严厉了 马月有些心惊 毕竟有几位博主 都是在网上小有名气的 如果全部封杀的话 岂不是把他们推到了斗鹰 和快手那边了 谁知道 方阳却丝毫不为所动 他摇头道 如果是一本小说 一部电影 他们为了上榜 花钱刷点数据 也就算了 毕竟拍一部电影 写一本小说 都是投资巨大的事情 但是短视频不行 短视频的拍摄成本太低 一个人一天 甚至可以拍无数条 如果我们纵容 这种刷票的行为 那以后 就没人认真制作 有价值的视频了 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 对我们平台 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张千千越听越心惊 再次认错道 对不起 方总 都是我的错 方阳瞥了他一眼 冷哼道 这么急着认错干嘛 我还没想好 怎么惩罚你呢 马月假惺惺道 惩罚就算了吧 张秘书也是没有经验 我相信 以后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 方阳摇头道 那不行 有功就赏 有过就罚 才能纪律言明 杀意仅百 他话锋一转 继续道 这样吧 张秘书晚上就不要回家了 去我那里加班 我要好好给你上上课 旁边的马月 眼睛瞬间就瞪圆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叫惩罚 你骗傻子玩呢 这明明就是奖励好不好 奶奶的 这偏心都偏成什么样了 闯了这么大的祸 还能被带回去 轻轻抱抱举高高 这张丫头 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 才能被宠成这样 事实上 张倩倩也快激动的 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现在只想扑进方阳的怀里 把自己的身体狠狠揉进去 他张倩倩何德何能 可以得到方总如此多的疼爱 这一刻 张倩倩甚至觉得 可以为方杨去死 毫不犹豫的 就这样 随着方杨一声令下 之前那些刷数据的博主 全部都被斗手封杀了 粉丝数瞬间清零 也不会再有任何推流 而那个制作外挂的程序员 更是被警方调查 要指控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和非法经营罪 如此一来 就彻底激怒了这些博主 他们仗着在几大平台都有账号 竟然转移到了斗音平台 和快手平台 开始大肆抨击斗手 说这个平台不分清红造白 随便封杀普通博主 不把博主当人 是业界独流 必须狠狠举报 还呼吁其他视频博主 都不要去斗手发视频 让平台成光感司令 本来 方杨是没打算和他们计较的 封杀之后 让他们去其他平台 自生自灭好了 谁知道 这些家伙却给脸不要脸 开始主动挑衅了 他们怕是不知道斗手 在国内短视频领域的地位 于是 方杨也不惯着他们 直接给顾云熙和周英杰 各打了一个电话 把情况一说 然后很快 斗英和快手 也把这些人的账号给封杀了 并且三大平台同时发布声明 说本平台不欢迎 任何刷数据的博主 如果再发现类似的情况 直接降低权重 不再退流 情节严重的 会直接封号 封身份证 希望广大视频博主 引以为戒 不要想着走捷径 那些博主 本来只是想出一口气 恶心一下老东家抖手 却没想到直接踢在铁板上 给自己换回来一个全网封杀的凄惨结局 他们顿时就傻眼了 也老实了 再也不敢蹦打了 他们哪里会想到 这三家短视频平台 都是有联系的 斗英短视频的小股东 是方杨的红颜知己 快手短视频的小股东 是方杨在东阳邦的小弟 虽然股份占比很少 但是封杀几个博主 还是如嗑瓜子一样简单的 当然 方杨在这件事中也没有吃亏 不仅狠狠打了一波广告 提升了自己软件的知名度 还把张丫头身上的封印给解除了 现在这丫头 已经化身为第二个高小月 再也不顾及场合 和其他人的看法 他恨不得24小时 都溺在方杨的怀里 一副怎么亲都亲不够的样子 给方杨带来了巨大的惊喜 两人在独栋豪宅里 过了两天没修没骚的二人世界 最后还是顾云熙看不下去了 打来电话 让方杨去魔都开会 说 本周末有一场金融会议 要在魔都的四季酒店召开 参会者 不仅有很多国资机构的负责人 还有监管层的领导 如果方杨能在会议上力排众议 说服众人齐心协力 说不定真的有可能给老美那边施压 让他们解除华资账户的冻结 毕竟参与做多美元油 从而被冻结账户的 只有石油和石化这两家央企 仅凭他们的力量 是很难推动管理层出手干预这件事的 但是方杨不一样 他的号召力无与伦比 绝大部分国资机构都受过他的恩惠 他要是能在会议上说一句话 绝对比邻家家主说一百句都管用 方杨一想 如果能让国家帮忙解决这件事 也没什么坏处 于是就答应下来 并于周六的上午 乘坐飞机抵达了魔都红桥机场 顾云熙亲自过来接机 他见到方杨后 一脸的嫌弃 然后也遇到 听说你雷厉风情地解决了张秘书犯下的小错误 全程公平公正公开 方杨美好气道 我还和谐民主富强呢 你搁这上政治课呢 顾云熙冷哼道 口口声声说 公司要正规 要赏罚分明 结果自己带头破坏规则 你好意思吗 方杨厚着脸皮道 谁说我赏罚不分明了 我们老方家的家法 就是这个流程啊 以后你犯错误 也是一样的 去死 顾云熙咬牙骂了一句 转身钻进了车里 脸颊已经红透了 第544章 死鸭子嘴硬 第544章死鸭子嘴硬 方杨笑呵呵地跟了进来 转移话题道 怎么突然要开会了 下一步的投资方向 哦 这么说来 参会的都是熟人了 方杨想起自己 加入的敌后小分队 自己貌似 已经很久没有去群里发言了 顾云熙摇头道 那倒也不是 这次来参加会议的 不是出海基金的主理人 而是各国资机构的负责人 他们会把会议内容 传达回去的 易主任会来主持会议吗 方杨继续问道 他现在负责央行的工作 应该来不了 顾云熙微笑道 不过对你来说都一样 只要你能给出 靠谱的投资策略 大家都会认真考虑的 方杨美好气道 意思就是 我必须带着大家 一起挣钱了 顾云熙冷哼道 废话 你一点好处不给人家 人家凭什么要帮你的忙 方杨想了一下 点头道 也有道理 那就把我多年的研究成果 分享给大家吧 顾云熙好气道 你的研究成果是什么 方杨张口就来 你亲我一下 我就告诉你 滚 在前后 四辆奥迪车的护送下 方杨和顾云熙乘坐的 然后直接乘坐电梯 来到了酒店的多功能会议室 结果来早了 会议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空荡荡的 可以翻跟头 方杨有些不满道 搞什么吗 我还以为我是压轴的 结果是来打前站的 顾云熙好笑道 谁让你不提前一天赶过来 我们又不知道 你的航班会不会晚点 当然要把时间定时一些 方杨眼珠一转 对着两人的保镖摆摆手 轻描淡写道 你们先出去 我和顾小姐单独聊聊 顾云熙皱眉道 你要聊什么 一会就有人来了 方杨耸肩道 你不是想知道我的研究成果吗 我先告诉你啊 顾云熙狐疑的看了她一眼 最后还是对着自己的女保镖点点头 示意她们出去 于是 偌大的会议室 就只剩下她们两人了 虽然这里的空间比较大 但是却丝毫不影响 暧昧的气氛在逐渐发酵 顾云熙有些心慌 她轻轻嗓子 主动开口道 你说吧 什么研究成果 结果方杨却摇摇头 一本正经道 你还没亲我呢 你想死吗 顾云熙瞬间破防 粉拳扬起 气得要打方杨 结果被方杨一把抓住小手 直接拉到自己怀里来 她用双臂搂住顾云熙柔软的腰肢 笑嘻嘻道 你的进军海外计划都被否决了 还敢跟我资牙吗 那又怎么样 你不会以为能发展海外市场 你的斗手就一定能赢我的斗鹰吗 顾云熙浑身滚烫 却强撑着和方杨对视 气势上丝毫不落下风 方杨摇头笑道 都说鸭子哪怕煮熟了 嘴都是硬的 没想到还真是这样 顾云熙怒道 你怎么说话呢 你才是死鸭子嘴硬 方杨点头道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认输 那就等你心服口服的时候 再说吧 那你还不把我放开 那不行 你这个人有暴力倾向 我必须得到一个保证 你不会趁机打我 我才能把你放开 顾云熙羞怒道 你适可而止好不好 你以为这是什么地方 万一有人闯进来怎么办 方杨摇头道 不会的 我们那么多保镖 在外面守着 谁能进来 顾云熙生气道 到时候他们进来一看 只有我们两个人在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想 方杨叹道 所以我说 你活得太累 太顾及别人的想法 不可避免的 就会委屈自己 没必要 说着 双手一松 就把顾云熙给放开了 这下轮到顾云熙不安了 他就没道 你什么意思 方杨随便拉了一把椅子 坐了下来 轻描淡写道 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是小月 倩倩或者是苏玉刚 这能一样吗 顾云熙脸色有些难看 虽然觉得方杨说的 有一些道理 却还是觉得无法接受 她一个出身名门的贵女 怎么能和那些 普通女孩一样 为了感情不顾一切 要是传出去的话 岂不是要被人笑死 方杨摇头道 你的这种心态 才是我们两人之间 最大的障碍 我只要纯粹的感情 不夹杂任何一点利益 当你能够身价百亿 不胜气凌人 身无分文 不自残自卑的时候 就是我愿意 认真追你的时候 顾云熙的脑海中 轰然乍响 整个人都僵住了 她终于明白 方杨为什么一直对她 若即若离了 要说两人相处了这么久 一点感情都没有 那绝对是胡说八道 她能够感受到 方杨不止一次想调戏她 可是最终又忍了下来 她以前一直觉得 这是这个男人 在欲擒故纵 原来 真正的原因是 她只想要自己纯粹的 毫无杂念的感情 而不要她其他的一切 什么身份地位金钱 人家根本看不上 如果在此之前 有人对顾云熙说 有个男人会因为你太有钱 而嫌弃你 顾云熙一定觉得 这个人疯了 可是现在 她清楚地知道 方杨没疯 她是认真的 她只要纯粹的感情 纯粹的自己 如果自己始终抱着 高高在上的心态 和方杨相处 哪怕到时候 赌约真的生效 方杨也未必会和自己在一起 如果顾家人逼迫太极 甚至会起到反作用 如果方杨一怒之下 对顾氏集团出手 谁能挡住她 那岂不是要给顾家 带来灭顶之灾 顾云熙就仿佛被施了定身法一样 呆呆坐在那里 表情变幻 脑海中的想法却越来越多 就连会议室中 什么时候坐满了人都不知道 第545章金融会议 第545章金融会议 其他人虽然奇怪 顾家大小姐 为什么心事重重的样子 却也没有人敢过来多问一句 都在抓紧时间 和方杨套近乎 他们以前和方杨都没见过面 但是却一点都不影响 他们像多年未见的好友一样 握手言欢 毕竟像方杨这样财神爷一般的存在 无论多么重视 都是一点不为过的 你要是假清高 坐在那里等着方杨去和你打招呼 才是真正的脑残 最后 当外管局的一位主任 带着秘书走进来 在主位上坐下时 也就代表了会议即将开始 于是 众人纷纷落座 会议室瞬间安静下来 这次来的领导姓朱 是一主任当时的副手 方杨也见过一面 一主任被调入央行后 就由他接手了一主任的工作 负责对外投资 这次邀请方杨过来一起开会 也是他专门要求的 可见 他对于方杨 这位华国独一档的金融高手 是多么重视 此时 所有人都坐好之后 他目光一扫 发现方杨和顾云熙 坐在了会议桌中间的位置 于是就马上开口道 方杨同志 怎么坐在那里 来来来 到我身边来坐 等会还需要你发言呢 方杨没办法 只好和顾云熙打了个招呼 独自向主位走去 其他人都露出羡慕的眼神 就因为他叫方神 可以单手镇压华尔街的存在 顾云熙此时也已经恢复了正常 他看见方杨如此受领导重视 也为其高兴 可是又想起方杨刚才说的话 不禁悠悠叹了口气 难道 真的要为了这个男人 改变自己的性格 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在顾云熙的再次沉思中 会议开始了 朱主任先说了一番开场白 大意就是 受到全球环境的影响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出口 消费和投资 增速都有所放缓 所以 多多赚取海外利润 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然后 他话锋一转 就说到了两桶油之前 投资原油期货的事 并且对这笔投资大家赞赏 说给其他机构 做了一个好的榜样 以后再遇到这种机会 可以多和其他机构交流 大家一起投资 一起承担风险 方杨在旁边 越听越不是滋味 总感觉朱主任话里有话 这是在变相敲打石油和石化 两家央企 让他们不要吃毒食呢 什么一起承担风险 意思不就是 有钱大家一起赚吗 关键你还当着自己的面这样说 这不就是说给自己听的吗 现在谁不知道 做多元油期货 是自己的主意 于是 他也不沉默了 等朱主任说完 就直接接口道 朱主任说的很有道理 我们滑资确实需要联合起来 一起在海外打拼 一起承担风险 这样一来 就算国外的交易所针对我们 我们也不至于没有反抗之力 白云信托的李文轩 知道方杨接下来要说什么 故意问道 方总之前 不是已经抗议过纽交所了吗 难道还有 其他的应对措施 方杨摇头道 面对强盗的无理要求 抗议是没有用的 我们需要同样的反制措施 才能威慑对方 让对方不敢轻举妄动 哦 具体什么反制措施呢 方总有什么想法 请直说 如果有我们能帮忙的地方 我们义不容辞 其他人都一脸无语的看着李文轩 心道 你是方杨请来的托吧 好话都被你说完了 我们还能说什么 跟着喊666呗 方杨笑了笑 侃侃谈道 所谓的反制 当然是对方做初一 我们做十五 他们冻结我们的账户 我们就一样画葫芦 冻结他们在国内的账户 我们也调查 他们什么时候给我们解冻 我们就什么时候给他们解冻 问题不就解决了 众人面面相去 都倒抽一口凉气 心道 你可真敢说啊 你这是要直接和老美翻脸啊 你这么一干 外资还不疯狂逃离我们国家 到时候留下一堆烂摊子 怎么算啊 朱主任也是大皱眉头 他摇头道 这个方法太激进了 暂时没有必要 要不我们还是先讨论一下 接下来做什么投资吧 方扬摇头道 这个问题不解决 去海外投资有意义吗 到时候 不管我们挣多少钱 都带不回来 还有什么投资的必要 朱主任有些不高兴道 我们这么多出海基金 总不可能全部投资一个方向吧 难道国外的交易所 还能每一个都调查我们的操作 方扬微笑道 可是朱主任刚才才说过 我们要集中资金干大事啊 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战 那这个会议不就白开了吗 朱主任瞬间哑口无言 甚至有些恼火 他终于理解 为什么当出方杨基 累了那么大的功劳 最终还是没有被义主任招致麾下了 这家伙说话 也太他妈气人了 要是换一个人敢这么说话 朱主任能直接请他出去 可是方扬的地位在这里 朱主任还真不敢和他闹僵 于是摇摇头 无奈道 行吧 那你先说说 我们集中力量 投资什么方向吧 如果策略可行 我会把你的建议网上汇报 尽量给你们创造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 听见这句话 所有人都精神起来 他们没有想到 方杨的距离力争 竟然真的能够改变朱主任的决定 如果真的能让国家出面 保证他们在海外取得的利润 可以安全带回来 他们还真的敢陪着方杨 豪赌一把 不就是华尔街的那些臭鱼烂虾吗 我们又不是没打爆过 怕个毛啊 方杨整理了一下思路 侃侃而谈道 我认为 接下来最有确定性的投资机会 还是做多美股 不过这一次 我们不加杠杆 只买那些优质的科技龙头股 这样一来 哪怕对手知道我们的持仓 他们也没办法收割我们 第546章 反制措施 第546章反制措施 朱主任重没到 这样做的前提 是美股必须保持长期牛市 那些科技龙头股要 一直往上走才行 你有这个把握吗 方杨微笑道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 谁也不敢打爆票一定怎么样 不过根据美联储的加息政策 我可以大致推算出来 他们未来几年的发展重心 所以 我有足够的把握 美股中的科技龙头股 是一定可以保持长期上涨的 美股中的科技龙头股 具体是哪几只呢 有人迫不及待 举手问道 方杨微微一笑 朗声道 微软 谷歌 苹果 亚马逊 英伟达 特斯拉 所有在世界范围内 具有垄断规模的巨头公司 都是我们建仓的对象 不要担心短期的波动 如果买入之后被套 那就继续买 买到他不给买为止 这样一来 我们的资金分散在这些科技类的大票里面 劳美总不可能为了我们这几百亿的资金 而让整个美股资本市场来打压我们吧 只要我们不加任何杠杆 风险基本为零 老美要维持长期牛市 这就是他们的死穴 也是我们唯一能利用的地方 方杨说完之后 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在消化他的这番分析 也都有了一种啼呼灌顶的感觉 原来 做投资这么简单吗 只要找到对方的死穴 不停加仓就行了 对方想收割你 就要赔上整个国家的经济 这种亏本的买卖 任何决策者都不可能做 这岂不是无风险套利 哦 也不对 还有一种最坏的结果 那就是像这次美元油一样 直接冻结他们的账户 让他们暂时无法交易 而这 就需要管理层给他们扫平道路了 于是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朱主任 开始讨论起 要如何才能逼迫纽交锁 解冻方杨他们 做多美元油的账户了 朱主任一脸的无语 他是真没想到 方杨只用了短短十几分钟 就把所有人都拉到了他的那边 这都开始集体逼宫了 这一次 如果不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那以后外管局的工作 也不用做了 谁也不会再给他面子了 想到这里 朱主任不得不做出保证 一定会尽快研究具体措施 和美方交涉 争取早日督促纽交锁 解除原油多头的账户限制 只有让老美知道 华兹不是好惹的 他们才会收敛一些 不敢做得太过分 到那时 才是华兹大举出海 全面抄底美股 科技巨头的时候 会议结束之后 朱主任让其他人先行离开 却又把方阳和顾云熙留了下来 准备单独问他们一些事情 方阳也知道 刚才有点不给领导面子了 于是就主动问道 不知道朱主任还有什么吩咐 朱主任笑道 也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稍微了解一下 你们天方资本这一次 做多美元油 盈利的情况怎么样 方阳耸肩道 账面浮营大概有五百亿左右 不过有一大半都被冻结了 暂时取不出来 朱主任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道 美元 方阳心想 你这不是废话吗 五百亿华币 不过在表面上 他还是恭恭敬敬道 是的 五百亿美元 朱主任一下子就激动起来 点头道 好 加上你这五百亿 我们华资机构的出海总规模 就能够超过两千亿了 这次一定要让老美干瞪眼 让他们看看 我们扬眸的厉害 旁边的顾云熙忽然问道 就算他们阻止不了我们买美股 如果他们跑到我们这边来 大肆抄抵我们的优质资产 那又怎么办呢 方阳哈哈笑道 让他们抄 抄得越多越好 我们正筹公司卖不掉呢 顾云熙 什么意思 你是准备趁机把我们的公司 都卖给外资 方阳看见朱主任也有些不解 就补充道 相信我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 绝对是双喜临门 我们可以在国内国外 同时收割他们 好吧 既然方阳同志如此有信心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我会尽快落实这件事的 就这样 朱主任回去之后 把方阳的意见往上面一递 很快就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领导们又召集专家 开了一个小会 义主任也参加了会议 并且在会议上 支持了方阳的判断 然后方阳的建议 很快就得到了管理层的批准 月九日 周一 华国的外汇管理局率先出手 他们一个电话打到纽交所 质问对方 为什么要冻结华资机构 正常交易的账户 纽交所解释 是正常的合规检查 检查结束就会解冻 工作人员在问 什么时候能检查结束 对方就不回答了 只说时间不确定 态度极其嚣张 然后很快 华国的反制开始了 首先是五月十日 上证指数大跌三 跌破2900点 然后上交所和深交所 同时发布公告 要对今天的异常走势 展开调查 于是 所有的外资机构 全部收到了监管函 交易账户也遭到了限制 不准买卖股票 不准转出资金 和方阳他们 在美股的遭遇一模一样 摆明了就是告诉外资 我们怀疑 你们恶意做空 要调查清楚 调查时间不确定 消息传出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一片哗然 有一种看大戏的感觉 你们老美 不是搞事情吗 冻结大家的账户 现在你们的账户 也被冻结了 看你们怎么办 如果说 到这一步 华尔街机构的情绪 还算稳定的话 那接下来 港城监管局搞的事情 就真的 让他们集体破防了 第二天上午 港城监管局 以违反债券销售 有关规定为由 给汇丰证券亚洲分公司 开了一张 960万港币的罚单 然后当天下午 又给花旗环球金融 亚洲分公司 开了一张 5700万港币的天价罚单 理由是 在辅导上市过程中 保健人缺失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违规 只是之前监管部门 没有较真 现在 既然你们老美 想搞事情 那就一起搞呗 看谁先受不了